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喊 行者失为变化能 情欲原因总一般 有情有欲自如然 沙门修炼 纷纷是断欲忘情 极是禅 须着意要心间 一尘不染 月当天 行宫进步 修教措 行满宫完 大绝先 花表三藏师徒们 打开欲望 跳出勤劳 放马西行 走多时 又是夏尽秋初 心凉透体 但见那 吉语收残鼠 梧桐一夜惊 迎飞缩尽晚 穷语月华明 黄奎开应路 红了便沙听 蒲柳先凌落 寒蝉 应绿明 三藏正行处 忽见一座高山 风叉必空 真个是 魔星爱日 长老心中害怕 叫悟空道 你看前面这山 十分高耸 但不知 有路通行否 行者笑道 师父说哪里话 自古道 山高自有克行路 水深自有渡船人 岂无通达之理 可放心前去 长老闻言 喜笑花声 扬边策马而尽 静上高言 行不述礼 建议老者 并蓬松 白发飘骚 须膝朗 银丝摆动 像挂一串 鼠珠子 手持拐杖 献龙头 远远地立在那山坡上高呼 喜近的长老 且暂住滑流 仅都欲乐 这山上有一伙妖魔 吃尽了严福世上人 不可前进 三藏文言大惊失色 一是马的足下不平 二是做个雕案不稳 扑得跌下马来 正错不动 睡在草里哼嘞 行者进前参起道 莫怕莫怕 有我嘞 长老道 你听那高言上老者 报道这山上有伙妖魔 吃尽严福世上人 谁敢去 问他一个真实端蒂 行者道 你且坐地 等我去问他 三藏道 你的相貌丑陋 言语粗俗 怕冲撞了他 问不出个实信 行者笑道 我变个遵心的去问他 三藏道 你是变了我看 好大圣 念着诀 摇身一变 便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 真个是目秀眉清 头远脸正 行动有斯文之气象 开口无俗类之言辞 抖一抖锦衣直多 夜不上前 向唐僧道 师父 我可变得好吗 三藏见了大喜道 变得好 八戒道 怎么不好 只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 老猪就滚上二三年 也变不得这等俊俏 好大圣躲离了他们 静止进前 对那老者 躬身道 老公公 贫僧问训了 那老儿见他 生得俊雅 年少 身轻 待答不答的 还了他个礼 用手摸着他的头 笑嘻嘻问道 小和尚 你是哪里来的 行者道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特上西天 拜佛求经 事到此间 闻得公公 抱到有妖怪 我师父胆小怕惧 着我来问一声 端地是肾妖精 他敢这般短路 凡公公细说 与我支支 我好把他贬戒起身 那老儿笑道 你这小和尚 年幼不知好歹 言不帮衬 那妖魔神通广大的锦 怎敢就说 贬戒他起身 行者笑道 据你之言 似有护他之意 必定与他友亲 或者紧邻弃气友 不然 怎么长他的威智 兴他的结盖 不肯倾心土胆 说他个来历 公公点头笑道 这和尚倒会弄嘴 像是跟你师父游方 到处学些法术 或者会屈腹枉梁 与人家镇宅详邪 你不曾撞见 十分狠怪了 行者道 怎得狠 公公道 那妖精一封疏到灵山 五百阿罗都来迎接 一只简上天公 十一大要各个相亲 四海龙曾与他为友 八仙洞常与他作会 十地严君以兄弟相称 舍令成谎 以宾棚相爱 大圣文言 忍不住呵呵大笑 用手扯着老扯道 不要说不要说 那妖精 与我后生小私 为兄弟朋友 也不见十分高作 若是知我小和尚来啊 他连夜就搬起身去了 公公道 你这小和尚胡说 不当人子 哪个神圣 是你的后生小私 行者笑道 实不瞒你说 我小和尚 祖去奥莱国 花果山水帘洞 姓孙明悟空 当年也曾做过妖精 干过大事 藏饮会皱魔 多饮了几杯酒睡着 梦中见二人 将披勾我去到阴司 一时怒发 将金箍棒 打伤鬼畔 吓到阎王 几乎掀翻了森罗殿 吓得那掌案判官拿纸 使阎王签名画字 叫我饶他打 请愿与我做好生小私 那公公文说道 阿弥陀佛 这和尚说了这过头话 莫想再长得大了 行者道 官 似我这般大 似我这般大也够了 公公道 你年几岁了 行者道 你猜 老者道 有七八岁罢了 行者笑道 有一万个七八岁 我把旧嘴脸拿出来 你看看 你急莫怪 公公道 怎么又有个嘴脸 行者道 不瞒你说 我小和尚 有七十二副嘴脸嘞 那公公不识窍 只管问他 他就把脸抹一抹 即献出本相 字牙咧嘴 两股通红 腰间寄一条虎皮裙 手里只一根金箍棒 立在石牙之下 就像个活雷公 那老者见了 吓得面容失色 腿脚酸麻 站不稳 扑得一跌 爬起来 又一个隆重 大圣上前道 老官 不要虚惊 我等 山恶人善 莫怕莫怕 世间蒙你好意 抱有妖魔 为得有多少怪 一发泪你说说 我好谢你 那老儿战战兢兢 口不能言 又推耳聋 一句不应 行者见他不言 即抽身回坡 长老道 悟空 你来了 所问如何 行者 行者笑道 不打紧 不打紧 西天有便有 各把妖精 只是这里人胆小 把他放在心上 没事没事 有我嘞 长老道 你可曾问他 此处是什么山 什么洞 有多少妖怪 哪条路通着雷音 八戒道 师父 莫怪我说 若认赌变化 是促下 捉弄人 我们三五个 也不如师兄 若认老实 想师兄 就摆一队伍 也不如我 唐僧道 正是正是 你还老实 八戒道 他不知怎么 钻过头不顾尾的 问了两声 不干不干的 就跑回来了 等老猪去 问他个实信来 唐僧道 不能 你仔细着 好呆子 把钉耙撒在腰里 整一整造直多 扭扭捏捏 奔上山坡 对老者叫道 公公 唱惹了 那老儿见行者回去 方筑着杖 挣得起来 战战兢兢的要走 忽见八戒 欲绝惊怕道 爷爷呀 今夜做的 什么噩梦 遇着这伙恶人 唯心的那和尚 丑遍丑 还有三分人像 这个和尚 怎么这等个 追停嘴 扑扇耳朵 铁片脸 鬃毛景象 一分人气也没有了 八戒笑道 你这老公公不藏性 有些好包贬人 你是怎的看我嘞 瞅便瞅 那一看 再停一时就俊了 那老者见他说出人话来 只得开言问他 你是哪里来的 八戒道 我是唐僧第二个徒弟 法名叫做物能八戒 才自先问的 叫做悟空行者 是我师兄 师父怪他冲撞了公公 不曾问的识信 所以特主我来拜问 此处果是圣山 圣洞 洞里果是圣腰 哪里是西区大陆 凡尊亦指示指示 老者道 可老实吗 八戒道 我生平不敢有一毫须的 老者道 你莫像才来的那个和尚 走花弄水的胡蝉 八戒道 我不像他 公公主着帐 对八戒说 此山叫做八百里尸陀岭 中间有座尸陀洞 洞里有三个魔头 八戒催了一声 你这老儿却也多心 三个妖魔 也费心劳力的来报遭信 公公道 你不怕吗 八戒道 不瞒你说 这三个妖魔 我师兄一棍就打死一个 我一爬就柱死一个 我还有个施力 他一降妖杖 又打死一个 三个都打死 我师父就过去了 又何难在 那老者笑道 这和尚不知身前 那三个魔头 神通广大的锦内 他手下小药 南岭上有五千 北岭上有五千 东路口有一万 西路口有一万 寻少的有四五千 把门的也有一万 烧火的无数 打柴的也无数 公计算有四万七八千 这都是有名字带牌的 专在此吃人 那呆子闻得此言 战兢兢跑江转来 相近唐僧 且不回话 放下爬 在那里出宫 行者见了 贺道 你不回话 去蹲在那里怎的 八戒道 吓出尿来了 如今也不消说 赶早各自顾命去吧 行者道 这个呆根 我问信偏不惊恐 你去问 就这等慌张失智 长老问道 端地何如 八戒道 这老儿说 此山叫做八百里尸陀山 中间有座尸陀洞 洞里有三个老妖 有四万八千小妖 专在那里吃人 我们若洗着他些山边 就是他口里实了 莫想去的 三藏文言 战兢兢 毛骨悚然 道 悟空 如何是好 行者笑道 师父放心 没大事 想是这里 有便有几个妖精 只是这里人胆小 把他就说出许多人 许多大 所以自惊自怪 有我嘞 八戒道 哥哥说的是哪里话 我比你不同 我问的事实 绝无虚谬之言 满山满谷都是妖魔 怎生前进 行者笑道 呆子嘴脸 不要虚惊 若论满山满谷之魔 只消老孙一路棒 半夜打个庆静 八戒道 不休不休 莫说大话 那些妖精点毛 也得七八日 怎么就打得庆静 行者道 你说怎样打 八戒道 凭你抓到捆倒 使定身法定倒 也没有这等快的 行者笑道 不用什么抓拿捆腹 我把这棍子两头一扯 叫掌 就有四十丈长短 晃一晃 较粗 就有八丈为圆粗细 往山南一滚 滚沙五千 山北一滚 滚沙五千 从东往西一滚 只怕四五万 压肠肉泥烂酱 八戒道 哥哥 若是这等赶面打 或者二更十也都了了 沙僧在旁笑道 师父 有大师兄那样神通 怕他怎的 请上马走啊 唐僧见他们讲论手段 没奈何 只得宽心上马而走 正行间 不见了那报信的老者 沙僧道 他就是妖怪 故意胡家胡威的来传报 吓唬我们嘞 行者道 不要忙 等我去看看 好大圣 跳上高峰 四顾无忌 急转面 见半空中 有彩霞晃亮 急纵云赶上看时 乃是太白金星 走到身边 用手扯住 口口声声 只叫他的小名道 李长庚李长庚 你好背懒 有甚话 当面来讲便好 怎么装作个山林之老 掩阳老孙 进行慌忙施礼道 大圣 报信来迟 其物罪 其物罪 这魔头 果是神通广大 是要争容 只看你挪移变化 乖巧鸡谋 可便过去 如若怠慢心 其实难去 行者谢道 行者谢道 感激感激 果然此处难行 汪老兴上界 与玉帝说声 这些天兵 帮助老孙帮助 金星道 有有有有 有有有 你只口信带去 九十万天兵 也是有的 大圣别了金星 按落云头 见了三藏道 是才那个老儿 原是太白金星 来与我们报信的 长老合掌道 徒弟 快赶上他 问他哪里 另有个路 我们转了去吧 行者道 转不得 此山 敬过有八百里 四周围 不知更有多少路 类 怎么转得 三藏文言 支不住 眼中流泪道 徒弟 似此艰难 怎生拜佛 行者道 莫哭莫哭 一哭变农包心了 他这报信 必有几分虚化 只是要我们 着意留心 成所谓以告者 过也 你且下马来坐着 八戒道 又有甚商议 行者道 没甚商议 你且在这里 用心保守师父 沙僧好生看守 行李马匹 等老孙 先上陵打听打听 看前后 共有多少妖怪 抓住一个 问他个详细 叫他写个直截 开个花名 把他老老小小 一一查明 吩咐他关了洞门 不许挨路 却请师父 静静悄悄地过去 方显得老孙手段 沙僧指教 仔细 行者笑道 不想嘱咐 我这一去 就是东洋大海 也荡开路 就是铁果银山 也撞透门 好大圣 好大圣 呼哨一声 纵金豆云 跳上高峰 搬腾覆阁 平山观看 那山里 静巧无人 虎师生道 错了错了 不该放着金星老儿去了 他原来唬下我 这里哪有个什么妖精 他就出来 跳风玩耍 必定拈枪弄棒 操演武艺 如何没有一个 郑自家揣度 只听得山背后 叮叮当当 嗶嗶啵啵啵 邦铃之声 急回头看出 原来是个小妖 牵着一杆令字棋 腰间悬着铃子 手里敲着邦子 从北向南而走 仔细看他 有一丈二尺的身子 行者暗笑道 他必是个铺兵 想是送公文 下报铁的 且等我去 听他一听 看他说些甚话 好大圣 念着诀 念个咒 摇身一变 便做个苍蝇 轻轻飞在他帽子上 侧耳听之 只见那小妖 走上大路 敲着帮 摇着铃 口里作念道 我等寻山的 个人要谨慎提防 孙行者 他会变苍蝇 行者闻言 暗自经一道 这思看见我了 若未看见 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 又知我会变苍蝇 原来那小妖 也不曾见他 只是那魔头 不知怎么 就吩咐他这话 却是个谣言 着他这等胡念 行者不知 反映他看见 就要取出棒来打他 却又停住 暗想道 曾记得八戒 问金星石 他说老妖三个 小妖有四万七八千名 四这小妖 再多几万 也不打紧 却不知这三个老魔 有多大手段 等我问他一问 动手不迟 好大圣 你到他怎么去问 跳下他的帽子来 钉在树头上 让那小妖先行几步 急转身腾挪 也便做个小妖 照一塔敲着帮 摇着铃 牵着旗 一搬衣服 只是比他略长了三五寸 口里也那般念着 赶上前叫道 走路的 等我一等 那小妖回头道 你是哪里来的 行者笑道 好人呀 一家人也不认的 小妖道 我家没你呀 行者道 怎的没我 你认认看 小妖道 面生 认不得 认不得 行者道 可知道面生 我是烧火的 你会得我少 小妖摇头道 没有 没有 我洞里 就是烧火的那些兄弟 也没有这个嘴尖的 行者按想道 这个嘴 好得便尖了些了 鸡低头 把手捂着嘴 揉一揉道 嗯 我的嘴 我的嘴不尖啊 真的就不尖了 那小妖道 你刚才是个尖嘴 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 一货人子 大不好认 不是我一家的 少会少会 可疑 可疑 我呢 带王 家法慎言 烧火的 只管烧火 寻山的 只管寻山 纵不然 叫你烧火 又叫你来 寻山 行者口乖 就趁过来道 你不知道 带王见我 烧得火好 就升我来 寻山 小妖道 也罢 我们这 寻山的 一班有四十名 十班共四百名 各自年貌 各自名色 带王怕我们 乱了班次 不好点卯 一家与我们 一个牌为号 你可有牌 行者只见他 那般打扮 那般报事 随着他的模样变了 云不曾看见他的牌 所以身上没有 好大圣 更不说没有 就满口硬承道 我怎么没牌 但只是刚才领的新牌 拿你的出来 我看 那小妖拿理知这个机阔 集结起衣服 贴身带着个金漆牌 穿条线绒绳 车与行者看看 行者见的牌背 是个微震珠膜的金牌 正面有三个真字 是小钻风 他却心中暗想道 不消说了 但是寻山的 必有个风字坠角 便道 你且放下一走过 等我拿牌你看 急转身插下手 将尾巴烧上的小毫毛 拔下一根 拈他把脚 便 即便做个金漆牌 也穿上个绿绒绳 上书三个真字 乃 总钻风 拿出来地语 他看了 小妖大惊道 啊 我们都叫做个小钻风 偏你 又叫做个什么 总钻风 行者干事找觉 说话何疑 就道 你实不知 大王见我烧得火好 把我生个寻风 又与我个心牌 叫做总寻风 叫我管你这一般 四十名兄弟爷 那妖文言 急忙畅惹道 哈哈 长官 长官 新点出来的 十式面声 言语冲撞 莫怪 行者还着礼道 怪便不怪你 只是一件 借面钱去要嘞 每人拿出无量来吧 小妖道 长官不要忙 带我向南领头 会了我这一般的人 一总打发吧 行者道 既如此 我和你同去 那小妖 针个前走 大圣随后相跟 不树里 呼见一座笔峰 何以为之笔峰 那山头上长出一条峰来 约有四五丈高 如笔插在架上一般 故以为名 行者到边前 把尾巴拒一拒 跳上去 坐在峰尖上 叫道 钻峰 都过来 那些小钻峰在下面 攻身道 长官 伺候 行者道 你可知 带王点我出来之故 小妖道 不击 行者道 带王要吃唐僧 只怕孙行者神通广大 说他会变化 只恐他变作小钻峰 来这里洗着路径 打听消息 把我生作总钻峰 来查看你们这一般 可有假的 小钻峰连声应道 长官 我们据是真的 行者道 你们既是真的 带王有甚本事 你可晓得 小钻峰道 我晓得 行者道 你晓得 快说来我听 如若说得合着我 便是真的 若说差一心 便是假的 我定拿去 见带王处置 那小钻峰 见他坐在高处 弄张弄智 呼呼呵呵的 没奈何 只得实说道 我带王神通广大 本是高强 一口 曾吞了十万天兵 行者文说 吐出一声道 你是假的 小钻峰 慌了道 长官老爷 我是真的 怎么说是假的 行者道 你既是真的 如何胡说 带王身子 能有多大 一口 一口都吞了十万天兵 小钻峰道 长官原来不知 我带王会变化 要大 能称天堂 要小 就如菜子 因那年 王母娘娘 设盘陶大会 邀请朱仙 她不曾 聚见来请 我带王 意欲征天 被玉皇 拆十万天兵 来 想我带王 是我带王 变化 法身 张开大口 似城门一般 用力吞将去 吓得 众天兵 不敢交锋 关了南天门 故此事 一口曾吞 十万兵 行者闻言 暗笑道 若是讲手头之话 老孙也曾干过 又应声道 二代王有何本事 小钻峰道 二代王身高三丈 我残眉 丹凤眼 美人生扁淡牙 鼻似蛟龙 若与人争斗 只消一鼻子卷去 就是铁背铜身 也就魂王魄丧 行者暗笑道 鼻子卷人的妖精 也好拿 又应声道 三代王 已有几多手段 小钻峰道 我三代王 不是凡间之怪物 名号 云城万里棚 行动时 团峰运海 镇北图南 随身有一件宝贝 换作阴阳二气瓶 假若是把人装在瓶中 一时三刻 化为江水 行者听说 心中暗惊道 妖魔道也不怕 只是仔细防他瓶 又应声道 三个代王的本事 你倒也说的不差 与我知道的一样 但只是 哪个代王 要吃唐僧嘞 小钻峰道 长官 你不知道 行者贺道 我比你不知心 阴孔如等不知底细 吩咐我来 着实盘问你嘞 小钻峰道 我大代王与二代王 久住在 师陀岭 师陀洞 三代王 不在这里住 他原住处 离此下 有四百里远近 那乡 有座城 换作 师陀国 他五百年前 吃了这城国王 及文武官僚 满城大小男女 也尽被他吃了干净 因此上 夺了他的江山 如今 尽是些妖怪 不知哪一年 打听得 东土唐朝 拆一个僧人 去西天取经 说那唐僧 乃实事修行的好人 一有人吃他一块肉 就严寿长生不老 只因怕他一个徒弟 孙行者十分厉害 自家一个难为 竟来此处 与我这两个代王 结为兄弟 何以同心 打伙 捉那个唐僧爷 行者闻言 心中大怒道 这泼魔十分无礼 我保唐僧成正果 他怎么算计 要吃我的人 恨一声 咬响钢牙 撤出铁棒 跳下高峰 把棍子往小腰头上 压了一压 可怜 就压得像一个肉驼 自家见了 又不忍道 咦 他倒是个好意 把些家常话 都与我说了 我怎么却这一下子 就结果了他 也罢也罢 左右是左右 好大圣 只为师父阻路 没奈何 赶出这件事来 就把他盘解下 带在自家腰里 将令子齐 牵在背上 腰间挂了铃 手里敲着帮子 迎风碾个绝 口里念个咒语 腰身一变 变得就像小钻峰模样 夜回步 静转旧路 找寻洞府 去打探那三个老妖魔的虚实 这正是千般变化美猴王 万样腾挪真本事 闯入深山 依着旧路 正走处 呼听的人喊马斯之声 即举目观之 原来是师陀洞口 有万数小妖 排列着刀枪剑脊 旗帜经谋 这大圣心中暗喜道 李长庚之言 真是不忘 真是不忘 原来这百列的有些路数 二百五十名 做一大队伍 他只见 有四十名杂彩长旗 迎风乱舞 就只有万名人马 却又自揣自夺道 老孙变作小钻峰 这一进去 那老魔若问我寻山的话 我必随机答应 他或一时言语差额 认得我呀 怎生脱体 就要往外跑时 那伙把门的挡住 如何出的门去 要拿洞里的妖王 必先除了门前众怪 你道他怎么处得众怪 好大圣 想着 那老魔不曾与我会面 就知我老孙的名头 我且以着我的这个名头 仗着威风 说些大话 吓他一下看 果然中土众僧 有缘有分 取得惊回 这一去 只消我几句英雄之言 就下退那门前若干之怪 假若众僧无言无分 取不得真经啊 就是纵然说的莲花线 也除不得西方动外经 心问口 口问心 思量此计 敲着棒 摇着铃 静止闯到石坨洞口 早被那营前小妖挡住道 小钻风来了 行者不硬 低着头就走 走至二层营里 又被小妖扯住着 小钻风来了 行者道 来了 仲妖道 你今早寻风去 可曾撞见什么孙行者吗 行者道 撞见的 正在那里磨杠子嘞 仲妖害怕道 他怎么个模样 磨什么杠子 行者道 他 蹲在那剑边 还是个 开路神 若站起来 好到 有十数丈长 手里 拿着一条铁棒 就是晚来粗细的一根大杠子 在那石崖上 抄一把水磨一磨 口里又念着 刚子啊 这一向不曾拿你出来 显显神通 这一去 就有十万妖精 也都替我打死 等我杀了那三个魔头 祭你 他要磨得明了 先打死 你门前一万斤嘞 那些小妖闻得此言 一个个心惊胆战 浑散破飞 行者又道 列位 那唐僧的肉 也不多几斤 也分不到我处 我们替他顶这个钢筍的 不如我们各自散一散吧 众妖都道 说的是 我们各自顾命去了 假若是些军民人等 服了圣化 就死也不敢走 原来此辈都是些 狼虫虎豹 走兽飞禽 呜的一声 都轰然而去了 这个倒不像孙大圣 几句瀑头话 却就如楚歌声 吹散了八千兵 行者暗自喜道 好了 老妖是死了 文明就走 怎敢敌面相逢 这进去 还是此言方好 若说差了 才这伙小妖 有一两个 倒走进去听见 却不走了方训 你看他存心来鼓动 脏胆入身门 毕竟不知 见那个老魔头 又甚吉凶 且听下回分解 这次见 这个衣服 是什么 感谢观看